回到台湾其他议题 机关署今天表示国内上周 上周暴增328例本土新冠肺炎中重症病例 比前一周上升25% 死亡病例新增20例 属于Omicron疫情的第六波 我们有关COVID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流行阴止 主要是以前一波在去年3月以后 那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的一个平均值 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每10万人大概是1.47个人次 那有COVID的一个病发症的一个个案 那我们目前观察到 我们目前大概是每10万人有1.53个人次 所以我们目前认为 目前我们COVID有进入流行期的一个现象 机关署表示这波疫情可能会持续上升 直到8 9月才会逐渐下降 国际疫情也在上下波动中 加上国内疫情有变异株变化 请大家多留意